你才竟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当然今天的节目 投资人你要认真地看 因为今天的一个 大盘的一个形态 目前为止出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转折 大家都知道 之前在多头走势里面 很多的人不管买什么样的股票 赚钱都赚得很高兴 包含军工类股也好 生技类股也好 只要是买什么就赚什么 后来这个大盘创高以后 涨的股票就轮到军工比较飙 那我相信你早点进场的投资人 你应该都有办法赚得到钱 那最近的一个盘式里面外资 大概是连续四天包含今天 站在所谓的调节方 开始去做出一个卖操的动作 那外资在卖 投资人在干什么 投资人很奇怪他在买 为什么 因为近期以来的融资从1500亿 每天不断不断的增加 增加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1700亿 这个中间融资增加了200亿 那融券呢 融券从将近60万张减到目前为止 只有23万张 这个地方的话老师必须要跟大家讲 其实每一年这种状况都会发生 当这个大盘 当这个大盘不断不断的上涨的时候 卷空单就开始往上嘎了 卷空单就往上嘎了 对不对 因为有人在这个地方去放空 这个地方卷空单60万张 一路放空到现在为止 剩下23万张 等于说空单都停损 空单加速这个多头往上涨 那在这个地方也很奇怪 往上涨的同时 人家在卖 有些人用融资去操作 这个地方从1500亿 增加到现在为止1700亿 增加了200亿的一个金额 那我问你好不好 1200亿 对不对 不是 增加了200亿 那增加了200亿的话 我想请问你 这个地方拉得动吗 拉不动 那既然说拉不动 注意了 这个地方必须要经过什么 修正 这个地方必须要进行 所谓的下沙取量 非常标准的这个地方叫洗融资 洗融资 大盘创高以后 连续三天的一个修正 未来这条线是52均线 你之前看这个52均线 从这个地方碰到 就一路往上走 碰到就一路往上走 这个地方碰到不见得会往上走 它可能修正的幅度 修正的幅度会很大 所以说我这边还要提醒大家 不要用融资来操作 这个都是我们在会员录会的时候 我们都有跟我们的会员 讲得非常清楚 你这个地方的话我跟你讲 你要做资金的控管 像我们的话 股票有买有卖 我这个观念我在这个节目里 讲很久了 确实的我们也有做到 我们目前为止手动股票不多 但是我们有大把的一个现金 但是严老师的会员在这个地方 不需要太积极操作 我这样子讲你懂意思了 不用太积极操作 标股的话都在老师的口袋名单里面 但是你要先等什么 先等这一波大盘先修正结束之后 严老师会一档接着一档 再接着一档带你去做 这个才是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操作的一个原则跟方法 股票市场里面非常难能可贵 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 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你在底部的时候是最悲观的时候 底部大家都说要崩盘了 你能够判断正确的话 我相信你就能够抓到一个转折 当大盘是属于一个修正的时候 你就是拉回找买一点 然后再创波段新高 都赚得到钱 行情走到这边 你不见得会做 但是我给你一个想法了 好不好 它叫做先蹲 先蹲后跳 虽然说你知道答案 蹲下来蹲多深 你能够忍受吗 这个地方每个人解读上面不同 我也不需要每天跟你吹牛 我解盘的速度其实很快 我不会说像有些老师 可能解个盘 解个大概15分钟 你大盘这样子去解的话 我任何没有意义 大盘解大盘的意义 其实就是说 你能够抓到多空的一个方向 你把重点直接讲出来 现在融资到1700亿 融资必须要减少 减少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震荡洗盘 第二个下沙取量 我认为走第二种的机会性 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说目前为止融资 从地挡区从1500亿 增加到1700亿 这个多了200亿的融资 我认为这个地方会血流成河 会血流成河 当然我们在血流成河之前 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的会员 这是最近的操作 4月11号 果票就是有买有卖 4月11号 有买有卖 你不是说看到这个老师 你赚多少%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赚钱的 你跑掉了 你回收资金了 4月11号两笔单 4月13号 4月13号 包含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我都还叫你卖出去 今天的话我们特别会员 也有调整一档股票 没有什么赚 好不好 我直接讲答案 昨天也有调整一档股票 小赚 当然我认为这个大盘的话 会震荡整理 会洗融资 这是我的看法 那你可以看着节目 慢慢的来跟我们验证 但是有些股票 如果是修正的幅度不是很大 你就让它稍微洗一下 但是老师必须要提醒我的会员 当严老师给你的股票 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去做动作 不需要去做加码的动作 那有人会觉得说 老师为什么不去做加码的动作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你买越多 你心里的负担越重 你不如说 你目前为止可能是小套的 拉回修正 你就等它修正结束之后 它开始反弹 它开始回升 你这个时候的话 你再去做加码的动作 所以说我的看法 可能跟一般你所想的不大一样 但是严老师的方法 经过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20年来的一个验证 我相信未来的话 对你的帮助性 还是会非常大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你要操作的话 当然是要找一些新的 那像这个股票就是新的 对不对 这个开盘的话也是开得很高 26块6 这个地方就直接锁起来了 我先讲你操作这种股票的话 你必须要布局才能收割 你一定在低档区 在低档区的时候你去买了 你先布局成功 你现在才可以收割 这是新的股票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虽然说是高价股 但是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真的非常好 你有看过他们公司 盈利率 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你去看一下他的毛利率 你去看他的股东报酬率 三绿三升 非常标准的好股票 但是有些人他会不认同 老师基本面好的股票 就一定会涨吗 不见得 基本面好的股票只是他的原因之一 后面你要看大户中石户 这大户加中石户 对不对 他能不能够认同吗 如果说他能够认同 对不对 昨天涨停板 来今天的话一样续强了 今天这档股票应该是目前为止 台面上面最强最强的股票了 但是我是要跟大家讲 这种股票你一定要从底部开始做的 好不好 你一样看到今年潜伏底的股票很多 没错吧 潜伏底 你就是把握一个地方叫做中压 该中压的人就中压 不喜欢中压的人你就不要压 你就不要压 但是你要记得 潜伏底的股票 你不买的话 这个连续跳空缺口 那你现在也不要去追 你稍微等拉回 这个股票你看它缺口这么多 代表它非常强势 既然这么强势你去追它干什么 不需要去追 我那个股票操作就是不需要去追 你去把握一个买点 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敢买 因为昨天的话大盘的加前指数在跌 今天的话加前指数震荡整理也在跌 那它的话创破端新高 你未来要找的就是找这种的 那我再提醒给大家参考一下 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这个 旧的标股来 涨完了它会不见 你也不要回头去找它 找它没有用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 资金先控管 新的主流 未来新的主流出现的时候 你把旧的标股卖掉之后 你去买新的主流 你不断的不断的去做循环 那大盘连续修正三天 结束了吗 你要先去判断 如果说没有结束你去买 那可能是套牢 如果说修正结束之后差不多了 麻吉麻吉了差不多了 你这个时候再去买 四倍公办 用什么样来判断 我这边帮你大家找好了 这个都是第二季 目前为止有低档区的股票你可以去做的 包含IC设计大户中十户的 这个族群最近修正很厉害 散热PA对不对 修正 这个话刚刚好差不多了 可以买了 对不对 航运类股今天有利多对不对 没有涨 长龙扬名 这个所谓的对不对 运价上升也没涨 其实你去看这些基本面消息不准 因为除了基本面以外 这技术面包含这个筹码面 这个非常重要 你现在要看这大盘唯一的指标就是说 台股目前为止融资1700亿 有没有办法降到1500亿 先决条件最少要减少100亿左右 这个大盘未来才会上去 不然这个大盘我跟你讲 有些股票它修正的幅度会非常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台积电 你不要说老师它法说会有利多 所以说股价才撑在这边 它已经修正了很多 它这个地方已经修正很多了 2454的联发科 今天股价表现也不错 也看到止跌的讯号了 6488的环球晶 大概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颈线跌破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跌 但有人会问说老师 那为什么虎门科技今天还亮灯掌停板 虎门科技你要记得 第一个 它不能用融资券来操作 它必须要献股 对不对 你去操作不能用融资 对不对 也不能放空 所以今天13基 这种股票是属于一个例外 例外 昨天12支 今天13支 一样续墙 但是老师还在提醒你 好不好 先卖一趟 这股价涨太多了 有买有卖 你还是要站在卖方 对不对 支通的股价今天再上波段新高 要不要卖 要卖 老师你有没有做 我有做 我有做我也叫你卖 好不好 今天你不管是卖在 这个波段的高点也好 还是说你卖在尾盘 好不好 你随便卖 那你要的就是赚钱 你来到国家市场里面 我先跟你讲 你不是用看的 也不是用猜的 你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赚钱 那当这个大盘修正结束之后 新的主流会出现 你一样要掌握这个轮动 外来的股票还是会一波接一波 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讲 你要注意 今天基督分析的层面比较多了 大盘修正结束以后你要记得 严老师跟你讲的 你只要去检查这几项就可以了 什么股票从底部起涨 什么股票底部起涨之后 形态突破 突破以后进入到上升轨道 破断的行情就开始了 那如果说你的股票 没有到达底部起涨的话 你就不要去买 懂不懂 没有看到所谓形态突破 你就不要去动作 没有看到上升轨道 你去买它干什么 对不对 破断的你一定要做长多的 其实这些道理投资人都懂 那投资人为什么会犯错 他说到台面上面影响很大 过度乐观 过度悲观 当行情很好的时候 他非常悲观 不是他非常乐观 乐观 过度了 也不行 这三天下跌 他又过度的悲观 股票市场里面要非常冷血 要冷静 你如果说你冷静都学不会 那你怎么去操作 均线每个人都看得懂 但是有谁按照纪律操作 大阪线MACD是翻黑 翻黑在修正 对不对 日线周线黄金交叉 月线的话有压力 对不对 最重要是筹码 融资现在还有多少 1700亿 要降到多少 1500亿 最少的话 首先条件 这波下来的话 最少要减少100亿 才能够符合 严老师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会遇到不同不同的面向 如果说你走错一步 往往后悔就会很大了 这个新的族群 你就要提早布局 热市绿能 这个股票很标 对不对 老师还在提醒你 该卖的你就要去卖它 好不好 一定要卖 好不好 那我今天的话 还是要呼吁大家 现在的大盘 你要记得 那可能未来还是会正常整理 未来还是会小拉回 它最主要目的就是洗融资 融资洗好了之后的话 你掌握到那个关键性的买点 未来的话就是海过天空了 但是我今天非常关心大家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份重要的资料 来 这份资料是我们轮延投顾 轮延投顾 来导播拉近一下 我们的持股分析表 我们公司非常关心投资人 非常关心投资人 所以说我们准备了一张 这个公司客户投资诊断表 好不好 你今天看到节目了 请记得 你手中的股票的代号 股名 比如说2330的台积电 2303的什么联电 股票的名称 你把知道的写一写 你到底买了几张 大概什么样的位置区 有没有用融资券好不好 你今天写的持股分析表 很重要 要先解决大家 目前为止手中的股票 到底是该买还是该卖 还是要持股虚报 多方的股票拉回持股虚报 空方的股票逢反弹 站在卖方 逐渐的把资金先抽回来 资金先挪回来 等到这个大盘修正结束之后 你才有新的资金 新的动能去买进 下一档的一个标股 你今天没有做这个动作 持股分析 你不知道你手中的股票 该买还是该卖 未来 这个大盘修正结束以后 涨上去了 我跟你讲 你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今天保证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有扫描QR Code的 你把你的股票给我 我每一个人我都亲自回电 这个别人做不到 这是我们公司老板 特别要求 严老师你一定要去做 他说老师大盘三天修正了 200点 未来这个大盘可能还是会去 洗融资 把融资降低 所以说投资人在这个地方 趁着还来得及 你赶快去做这个持股诊断 你赶快去帮助他们 先帮助他们过第一关 未来的话标股出现 你再带他们做第二关 这个想法很好 我当然是全部都赞成了 今天你该打电话的 你赶快打电话 该扫描QR Code的 你赶快扫描QR Code 你该寻求帮助的 严老师全力挺你 好不好 那空手的人 对不对 空手的想要操作 下一档股票的 我今天一样开放前面100位 前面100位 今天直接打电话进来 我日后就直接让你来验证 他老的股票来找严老师 外来的标股也来找我 前面100位直接验证 赶快拨打电话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文明头库 颜分析师 擅长基本力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 增幅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驻三线 零二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走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到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大盘啊 我跟你讲这个多方就是多方 空方就是空方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界线上面也蛮明显的 但是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 大盘创高以后 这个融资增加的幅度太大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有两种方式 一个叫震荡吸盘 一个叫下沙取量 你要去注意看到底是哪一种 我个人认为的话以下沙取量 这个机会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最近的外资啊 那个外资啊 连续三天的站在卖超 那如果说今天啊 这个大盘啊 融资卷出来了 融资开始减少了 开始减少了 明天礼拜五 又开始震荡整理 融资继续减少 那我就认为说这个大盘 它的修正啊 就差不多了 反而下个礼拜 它会出现买点 这个地方判别上面 其实投资人经验上面 不是很足啊 投资人就只会做标股嘛 对不对 老师送给大家资料 这叫利基 投资人什么都不会 可能就是打个电话 来拿个资料 但是你要敢买啊 好不好 敢买啦好不好 这很重要 敢买才能够赚钱 那当然利基 最近就拉回修正嘛 那投资人又不会做了 对不对 不会做来找我 好不好 昌和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潜伏底不敢买没有量 涨上去以后你就追 股票操作不是用追的啦 股票操作不是用追的啦 有做喔 不是没有做喔 拉回怎么办 来找我啦 签付也是一样 老师最近签付拉回修正 昨天震荡耶 今天拉回修正 那又怎么样 你不会做你自己不要做 我这边有跟你讲拉回 有没有 你自己不会做你不要乱做 你乱做你会赔钱啊 你会赔钱啊 你不如不要做啊 你做赔钱的干什么 看准了以后再出手嘛 对不对 这看准嘛 你看准了以后你不敢买 你赚不到钱 你看得太高了 你也赚不到钱 股票操作喔 说真的啦 对投资朋友来讲难度非常高 这保一总队也是一样啊 每天就是涨 雷虎也是一样啊 买早一点 不要买太晚 买太晚你赚不多 对不对 瑞扬 昨天去追人今天要到牢了啦 我也叫你追吗 昨天追 今天下来的你怎么赚 很多的事情 其实投资人 只有在经历过以后才会明白 我今天苦口婆心的 请大家干嘛 先做持股诊断 好不好 来 先做持股诊断 写好的资料 股票代号名称 买进了一个账数 等一下我都亲自的回电话给你 先解决大家的一个问题 那未来的标股 你要参与的话 我们20条专线全部开放 今天一样开放 前面100位 不用钱 不用钱 电话先打 名额先hold住 未来直接跟你验证 好不好 可以 电话赶快拨通 今天很重要 直接验证 我们明天见 本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这是社会的一只路歇童子 如果只要吃路歇双不安 更大的阶段 我们的办法不允计 所以我们万行早起工 用心粉与沿水 把大家的生活舒适更安全 你会不知道我们的名字 不过现在还是记得我们的付出 和办法 如果开大 那我都要刷断 一波很大的 你才可以开大 它不会 本源头库 研分析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洞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头户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动机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资历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出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尾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我们来来浇花 我们来来浇花 一下